准备脱离世界那天,我六岁儿子挡住了时空隧道 远处丈夫神情自若,仿佛笃定我会因为这个孩子留下来 系统也在脑中劝我,我知道你在这个世界受了很多苦 但你,毕竟是个母亲,你难道就这么冷血地看你儿子从小没了娘吗? 我吃笑一声,举起箭,你知道的,我不会让一个孩子阻挡我回家的脚步 攻略培衡的第十年,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系统告诉我时,我还有些不信,毕竟近几年他把我当成陌生人 几乎日夜留宿在上官月那处 我有些怀疑,略带不安地问他,攻略成功了吗? 他爱上我了 系统的语调带着些古怪的意味,很奇怪,竖指显示他根本没有爱上你 但是,他离不开你了 我眼睛猛然亮起,无暇顾及这些,只顾着催他 那我们现在就走,我什么都不需要带 系统沉默了一瞬,好吧,时空隧道在你们二人定情的那棵树下 我迫不及待冲出这个困了我十年的牢笼 浮光月金,我不顾平日的端庄,提起裙摆越跑越快 眼见蓝色的隧道就在眼前 我恨不得伸出翅膀飞过去 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一声,娘 我这才发现,那隧道前一道小小的身影正双臂展开 死死挡住我的去路 是我六岁的儿子 他稚嫩的脸上带着不解 娘,就因为我喜欢月姐姐,你就这么任性地离开我吗? 不远处培横神色淡淡,仿佛笃笃定我不会走 别闹了,你永远是正妻,往后我会多陪陪你 系统也在劝我,你毕竟有了孩子当了母亲 哪怕为了孩子也要留在这里啊 正逢日落,金色的光芒洒在儿子身上 将他的影子映得张牙舞爪,死死笼罩住我的身躯 我赤笑一声,拔出剑 你知道的,我等这一天等了十年 我不会让一个孩子阻挡我回家的脚步 十七岁时,我刚拿到录取通知书就被系统绑定 强行带来这个世界 仅仅只是因为,我家庭幸福 而培横需要一个小太阳一般的女人去温暖她 系统对我说,只要你能成功攻略培横,你就能回家了 你不是最喜欢玩那个恋爱理由吗? 培横长得很帅,你就当玩游戏了 年少的我少女怀春,读了不少言情小说 我狂妄又自大,心想攻略个人而已,有什么难的? 却不想这一攻略,就是十年 培横是军纪所生,谁也不知道她爹是谁 我父亲见她可怜,将她带回了家,作为我们的家仆 系统对我说,你只需要对她好就行 那时的她阴郁颓废,就像路边的狗一样 谁来都能踢上一脚 小丝排外,总是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殴打她 闯了祸事,也都推到她身上 被罚时,她只是垂着头,也不为自己辩解几句 我见她长发遮掩,无端地想到 我曾经在现代养的黑色垂耳兔 心底平白生出几分怜惜 于是我把她要到了我的手下,待遇跟我一样 谁欺负她,我就骂谁 别人要杀她,我颤抖着挡在她身前 大喊,要杀她就先杀我 她对我始终没什么好脸色 但我依旧不知疲倦地凑上前去 日复一日,冰山终于被雾化了 正好父亲让我招个上门女婿来打理家业 在她惜迹的注视下,我伸手一指,救她吧 僵持之际,小丝匆匆赶来 她小心翼翼瞥了我一眼,低头向裴衡请示 上官小姐就读又复发了 线下疼痛难忍,正吵嚷着让老爷去看看她 裴衡微微醋没看向我 她还没说话,儿子忍不住了 她小小的脸满是担忧 月姐姐怎么了,严重不严重 母亲你也是,如果再不乖乖回去 我就让人过来抓你了 她语调中满是指责 真不想管你,吃父亲的用父亲的 你什么用都没有,简直就是我的污点 还不如月姐姐做我娘 月姐姐,又是月姐姐 上官月是婚后第三年,裴衡带回来的 那时父亲已死 家里大全被裴衡牢牢掌控在手中 他没告诉我他的来历 只是对我说上官月吃了不少苦 要我好好待他 在我的纠缠下,系统终于说出了实情 上官月也是军纪所生 他们二人青梅竹马 小的时候上官月还为他挡了不少磨难 不过没关系,你继续攻略 我能看出来他的心是在你的身上的 我勉强放下心来 直到,我发现他们滚到了一张床上 被发现时,培衡慢条斯理的穿上衣服 冷漠地看着我 你好好当你的夫人 至于上官月 他语气增加了一丝恶心的缠绵 他是我的爱人 那天,我彻底崩溃了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无法攻略成功 哭着求系统让我回家 系统沉默不语 我越哭越气 哭到最后是谩骂 你这个拐卖系统 你这个绑架系统 话音未落 一阵剧烈的电流将我垫得瘫软在地 气氛僵持间 系统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行啊 你还没攻略成功 我没法把你送回去 要不,你们生个孩子 21岁,我有了孩子 培衡说 悦而心善 考虑到你寂寞 让我给你一个孩子 你要念着他的好 好自为之 我无意与他争辩什么 只顾着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就像摸着处不可及的希望 生产那日 上官月毒性发作 把全府的大夫叫去了 培衡也陪在他身边 身边只有一个小丫鬟着急的不行 跑遍了全府 跪求来一个半吊子铲婆 那铲婆说我胎位不正 死命的压我的肚子 撕心裂肺的疼 死亡的恐惧 让我吓得想哭 想号叫 铲婆却死死用不 堵住了我的嘴 夫人 生孩子 哪有不疼的 省点力气 孩子快出来了 昏暗的烛光下 铲婆拿着剪刀 脸上勾壑纵横 带着很近 竟然让我想到了 小的时候看得容默默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仿佛被大货车碾压了一遍又一遍 孩子终于出生了 他跟裴衡 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一见他我就难受 但他与我血脉相连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联系 我没有经商头脑 也没有办法接触官僚 每日只能 窝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小院中 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我曾经的现代知识交给他 却不想 当他接触上官月那一刻 也看不上我了 我教他化学 他说 你那些新奇的东西 不过是奇迹银巧 远远不如月姐姐的知书打理 我教他封建社会 注定被推翻 大逆不道 娘要是再教我这些 我就让爹打死你 久而久之 他越发怨对 一次上官月不知怎滴 走到了我的小院前 我还没说话 儿子就惊喜地扑到他怀里 向他撒娇 月姐姐 我今天又学了一首诗 我念给你听啊 上官月含笑着拥住他 略带好奇往里看 正好对上我的视线 书文 那是你母亲吗 他说 那是大肚婆 你不知道 她肚子上好多文文 我想让你当我的母亲 我呼吸一致 只觉得整个人喘不过气 裴恒知道他来我这处 着急地赶来 将他护到身后 月儿良善 你不要对他做什么坏事 说完 他抱着儿子 牵着上官月离开了 上官月吟灵般的哮喘来 他肚子上真的有闻吗 那是什么样子的 会不会像妖怪 儿子语气中满是雀跃 等哪日他睡着了 我偷偷带月姐姐来看 我隔着门 打眼望去 他们才是一家人 儿子还在眼前喋喋不休 声音尖锐犹如昨日 怒气翻滚 我拔出剑指向眼前的孩童 裴恒 我没能力杀你 但杀个孩子还是手到擒来的 娘 儿子猛然一震 不可置信地喊 我盯着他 仿佛在看陌生人 要么让开 要么死 说吧 我一剑砍向他的头颅 裴恒没有料到 我会突然发难 猛地冲上前来打偏我的剑 但还是在儿子脸上 留下了一道划痕 儿子从小到大没受过伤 这一道小伤就让他哭叫不止 裴恒搂着儿子冷着脸看我 咬牙切齿 疯婆子 看着他们二人 父慈自笑 我趁着空隙猛地冲进了时空隧道 意识消失的最后一刻 我听见深厚的惊叫声 娘 不行 你不能走 白光乍现 再次睁眼 我出现在医院 我缓缓环顾四周 爸妈坐在我床前 正在担忧地看着我 竹马骑十张 靠着门闭目养神 闺蜜成心 在旁边攥着我的手睡着了 见我苏醒 妈妈又惊又喜 连忙出门喊一声 爸爸在旁边 脸上几乎要一出来的疲惫 他半是埋怨 半是心疼 你这孩子 怎么拿个通知书都能昏倒 整整十天 你把爸爸妈妈都吓死了 爸还以为有人欺负你了 把一整条街的监控翻了个遍 其实张子系打量我的脸色 微微醋眉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闺蜜也松了一口气 在旁边半开玩笑 怎么叫都叫不行你 怕不是穿越了吧 我想了很久的人 做了很久的梦 终于出现在了眼前 我本以为自己很坚强了 想要强撑起笑容 冲他们说一句 没事 却没想到嘴角上扬的那一瞬 眼泪大磕地落下 我躺在床上 哭到近乎失声 这一哭让周围人慌了神 瞬间 小小的床边围了一大群人 我边哽咽 边艰难开口 我没事 我就是 太想你们了 成兴松了一口气 点了点我的额头 我们脚脚还是个孩子啊 虽然医生诊断我已经没事了 但大家对我还是小心翼翼 如果不是我强烈要求 怕失路都不让我自己走了 深夜 母亲来到我的床上 温柔地抚摸我的头发 我们佼佼长大了 受了委屈也不告诉妈妈了 不过没关系 你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我翻身将整个人埋进她的怀里 一时昏沉之际 脑中猛然响起一道声音 宿主 我后背一凉 眼睛猛地瞪大 我的精神瞬间紧绷成一根弦 近乎崩溃质问她 你到底还要怎样 你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 系统的电子音无波无蓝 别激动 我告诉你当时你跳进了时空隧道后 你的丈夫和儿子也跟着跳下去了 按理来说 他们不应该来到现代 但是你的儿子哭叫着喊你的名字 他才六岁 我于心不忍 我浑身剧烈地颤抖 所以他们也来到了现代是吗 我不会和他们见面的 也不会与他们相认 我反射性回他 系统习惯性无视我的歇斯底里 冷笑道 这可由不得你 说完这句话 他便消失了一般 无论我在脑子里怎么追问 他都不再回应 一夜无眠 我紧张到天亮 直到 诚心的电话打来 走啊 来春季酒店 我跟其师张早就到了 就等你了 我缓慢地眨了眨眼睛 什么 你忘了 我们三个考上了同一个学校 说好通知书下来以后 大家聚在一起庆祝庆祝 对 我考上了大学 我应当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翻出我曾经最爱穿的短裙 穿上以后 看着自己青涩的脸庞 这才勉强找回了几分真实感 到了地方才发现 饭菜早就点好了 其师张正哄着自己六岁的小妹妹祺玉 姐姐还没来 我们要等姐姐过来再吃 我心下一暖 走上前去坐在成星旁边 等我干什么 你们先吃啊 顺便包了个虾 放在奇遇碗里 看他吃完 顺手给他擦了擦嘴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我抬头一看 一桌子人都在注视着我 天啊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 嚣张跋扈的赵明珠吗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愣住了 裴淑文三岁时不好好吃饭 只吵嚷着要吃我做的饭 我根本不会做 见他可怜 还是端出一碗糊粥 他却吃得香甜说 娘做得真好吃 我想让娘天天做给我吃 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伺候她的饮食 不过后来 倒了吧 这些东西 也只有那个老女人吃得下去 半上 我苦涩一笑 我本以为我都忘了 那十年 到底还是在我身上 留下了刻骨的痕迹 其实 我当时是穿越了 话一开口 就没这么难受了 我尽量放轻松 三言两语 说完事情的经过 却没想到 还是让整个餐桌气氛 变得沉默起来 没事 你们不用为我担心 我现在不还好好的 话还没说完 齐玉乌黑的眼睛看向门外 姐姐说的坏人 是他们吗 门口一大一小穿着古装 正在直直地望着我 裴淑文正在大喊着 娘 那是我娘 正值八月 外边阳光刺眼 我却感到如坠冰枯 控制不住地想逃 其实张和成兴 猛地起身挡住了我 将我挡得死死的 裴衡缓不向前 与他们对峙 让开 那是我的妻子 我来带他回家 裴淑文隔着缝隙痴痴地望着我 娘 没想到你比月姐姐美多了 到了这里 我才发现 娘说的那些东西 都是真的 跟我们回去吧 我这次一定像喜欢月姐姐一样 喜欢你 成兴愤怒极了 我家娇娇才17岁 从哪来的这么大的儿子 和这么老的丈夫 保安 快把他们带走 裴衡很冷静 不紧不慢地开口 她大腿内侧 有一块花瓣状的胎记 赵明珠 你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她声音不大不小 但餐厅安静 这句话几乎所有人都听见了 一时之间 纷乱的目光刺得我心头发色 你这混蛋 骑士章不由分说 一拳打上去 无耻 下流 不要脸 报警 我现在就要报警 成兴开始找电话 纷乱嘈杂中 我站起身 够了 我将骑士章拽了回来 略带心疼地轻抚了一下 她嘴角的淤青 裴衡目光 在我们二人身上流转了一圈 最后定格在我身上 轻笑一声 我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 来着只为了找回我的妻子 不归你们这的律法馆 成兴没见过她这种无赖 气得胸腔上下起伏 我恨恨盯着她 明珠 我从未亏待过你 你永远是我明面上的夫人 我们日子过得不是很好吗 你为什么 非要回来呢 不就是想让我来接你吗 她冲我微微勾唇 她很笃定 也很自信 我冲她冷笑 你说的没错 你不属于这个时代 所以不受法律制裁 同样我也不受法律制裁 我不会让你们打扰到我的生活 为此 系统剧烈的电机传遍全身 我咬紧牙关 强压住痛意 攥紧了骑士章的手 我会杀了你们 我说到做到 裴衡似乎终于意识到 我并不是离不开她 脸色变得煞白 有些无措的说 我可以把上官月送走 不让她爱你的眼 她话还没说完 裴淑文打断了她 为什么呀 月姐姐温柔善良 娘回去也能相处得很好 我吃笑一声 带着成兴他们转身离去 你不能杀他们 一向平静的系统 在脑子里大喊 吵得我脑子生疼 放心吧 我不会杀他们的 我不会让自己的手上 沾上人命 折磨我一辈子 系统松了口气 你看裴衡多爱你 为你还追到了这个世界 如果你愿意 我现在就为你们 打开时空隧道 见我不回应 她有些生气 你难道就这么冷血 就看不到她的真心吗 我讽刺一笑 你一个绑架系统 谈什么真心 这么心疼 你嫁给她呗 不出意外 又是一阵电机 但这次 我不再像之前一样 孤立无援 回家后 我让程兴跟骑士章 把这件事 告诉各自的屠父母 我们的父母 各自有各自的人脉 希望他们能够 调查一下这件事 因为我不相信 系统独独挑了 我一个人去做攻略者 我也不敢想 当我被困在 那个不见天日的小院中 又有多少人 在同时受着折磨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那天的话 他们没再来打扰我 就连系统 似乎也因为能量不足 陷入了昏睡 我也不愿意去想那些事 而是开始准备入学 我本以为 在开学之前 都见不到陪衡他们 却没想到 某天我带着奇遇 去游乐园玩 嘴里正对他 哼唱着英文歌时 一个小小的身影 冲了过来 猛地把奇遇撞到 那是我娘 这首歌 是我娘给我唱的 奇遇吃痛 我心疼地把她扶起来 冷着脸问她 你爹呢 这歌我的确也对她唱过 她小时候哭闹不止 我就会给她 唱一些现代歌 每次唱到这首英文歌时 她就会安静下来 后来 我听到她抱怨着说 娘不要再给我唱这歌了 月姐姐说了 这是巫女的咒语 唱这歌的人是要被烧死的 娘也就算了 我可不想被烧死 裴淑文愤怒地还想冲上来 奇遇猛地起身 把她推倒在地 我哥哥说了 再遇到有人叫娇娇姐娘 就打断她的腿 你 你这个死丫头 我要让我爹杀了你 我反射性给了她一巴掌 没好气地问她 你到底发什么疯 她彻底崩溃了 脸气得胀红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一边哭一边指责 我才是你的孩子 你为什么向着外人 更何况 这个死丫头跟你毫无血缘关系 我静静地低头看着她 小小的她满脸很利 跟她的父亲一模一样 她张口闭口血缘关系 却没想到 曾几何时 她在上官月那里撒娇 我虽然和你没有血脉相连 但我们心是相连的 我没有生在月姐姐肚子里 但却生在了月姐姐心里 我知道月姐姐不能生孩子 从此以后 我愿意当月姐姐的孩子 想到这 我摇摇头 蹲下身与她对视 一字一句 你不是我的孩子 你的母亲是上官月 如果硬要说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的话 我盯着她细嫩的脖子 你是被强奸生下的孽种 是我的污点 那日系统对我说 让我生个孩子 我根本没同意 却没想到夜半三更 陪恒醉醺醺的闯进来 今天月儿不愿意 那就你来 正好 赐你个孩子 我百般挣扎 却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先是辱骂 到后便是哭着哀求 最后是绝望而麻木 事后 她满足地躺在床上昏睡 我爬起来死死盯着她 恨意与痛苦 让我想杀了她 就在我拿起剪刀的那一刻 系统出声 你不想回家了吗 裴淑文脸上 肉眼可见的失去血色 她哭得更伤心了 喃喃自语道 我 我不是 你是坏女人 我要回去找月姐姐 爹 爹 我不要娘了 快带我回去 我要找月姐姐 她爬起来 亮呛地往后跑 不远处裴恒丽在那里 神色略带一丝愧疚 我彻底没了兴致 抱着奇遇回了家 整整齐齐地出现在我家里 我迟疑地问 这是怎么了 父亲神色凝重 递给我一打资料 你说的没错 不仅仅是你 最近光是少女昏迷 都高达上百例 有的像你一样 昏迷了十几天醒来 有的直接在睡梦中 停止了呼吸 我听得胆战心惊 几乎拿不住资料 那我应该怎么做 科研人员打开了屏蔽仪 温和地坐在对面 这场谈话 不会被任何人知道 你可以放心地说 我是无巨细 这十年时光 从嘴里说出来 听完我说的 她们面面相去 一个女性科研人员 安慰式地抱住了我 好孩子 你一个人在那里 一定吃了很多苦 你放心 国家会给你一个结果 我冲她笑了笑 不用为我担心 至少我活着回来了 还有很多依旧在攻略 和没能回来的人 科研人员谈得热火朝天 切断媒介倒是可行 可是 这个系统它没有实体 我们又从哪去入手研究呢 等一下 我打断了它们 我指了指自己的头 这个系统 现在就在我脑子里 裴恒跟裴书文 还在这个世界 系统还要为他们 打开时空隧道 根本没法脱离我这个肉体 一向冷静的系统 这次终于慌了 它用尽最后的力气电我 剧烈的电击 刺遍了我的全身 疼痛让我几乎要失去意识 冷汗遮得我睁不开眼睛 但我却释怀地笑了 这次 它逃不掉了 切除系统的手术漫长 却并不痛苦 它们用了无数高科技 匹配了我身体的属性 终于成功 把系统逼出来了 与我想象中的光球不一样 我看到那是一只黑色的蠕虫 被夹出来时 还在呲哇乱叫 2研究人员松了一口气 反手把系统关在一个 特制的铁盒里 阻挡了一切声音 我看着那盒子 背上了一层层锁 感受到我体内的桎骨 也在一层层消失 我知道 这个系统一定会受到惩罚 不过 可能要等很久 自那日以后 裴恒不敢让裴书文 出现在我面前了 他似乎终于意识到 我对这个孩子并没有什么感情 和所谓的母爱 于是 他转而开始隐秘 而自得的单方面追击 他时常赤红着眼 出现在离我不远处 对着我欲言又止 我去啊 他跟到哪 出众的颜值 让路人纷纷侧目 他仿佛没知觉一般 脸上带着委屈 只顾着盯着我 我知道他想冲上来 把我拽走 不过因为 我被保护得很好 每次出门 都会好几个人陪伴 这才没有让他有可乘之机 后来他改变了策略 开始给我送一些 并不值钱的小玩意 有时是一只兔子 有时是一个口哨 每次都会在旁边附上一封信 我不打开都知道 里边写的无非是那几句话 我错了 原谅我 跟我回去 我爱你 那天 他来送东西 正好被我撞见个争扎 见到我时 他愣住了 我打量着他 这些日子 他销售了很多 竟然很像 我刚见到他的时候 妈妈看到后 拧着没把他送来的东西 尽数扔进了垃圾桶 什么阿猫阿狗 送的垃圾 也敢在我们娇娇面前出现 他身子一僵 有些狼狈地低下了头 书闻他 他病了 嘴里一直叫唤着娘 我们也没有地方住 我能带他来你 说这话时 他装得很可怜 但我没有忽视 他眼中一闪而过的狠利 我冷笑着打断他 病了就去看病 我又不是医生 我没兴趣陪他玩这场 我走了他去后悔了的游戏 也无心去想 为什么他的态度 转变得这么快 凡不胜凡之际 我拨打了那个研究人员的电话 忘了说了 我古代的丈夫和儿子 也被带过来了 你看他们有没有研究价值 国家在得知 裴衡跟裴书文的存在后 为了谨慎起见 把他们关了起来 研究员对我说 不用担心他们再来打扰你 等这件事情结束后 他们还会被放回那个时空 对了 不要把他们称呼为 你的丈夫和儿子 你才17岁 不过是做了一场 并不美妙的梦 哪有什么丈夫 裴衡曾说 这个时空的法律 管不了他 是因为法律具有滞后性 法律的制定是一个漫长而繁杂的过程 从系统被拽出来那天 我等了一年 但好在 我等到了 系统的行为 被定性为以攻略为由的拐卖 开庭那天 我作为受害者代表到了现场 法官问他是出于什么原因 来做这些事 系统像是被折磨惨了 他不解的问 需要什么理由 那些男人太可怜了 没有人愿意救赎他们 所有人都看不上他们 他们需要女人的拯救 我以攻略为由 给他们送去女人 这很合理 你们不是把我的行为 定性为犯罪吗 犯罪还需要理由吗 硬要说的话 带去一个给十万经验 算理由吗 他前言不搭后语 但表达的意思很明确了 法官查了一下他的经验值 赫然发现 足足一百万 可想而知 他带了多少人去 民众出奇的愤怒 让判决甚至又甚 最终为了公平 系统被投放到各个小世界做任务 做曾经他让人做过的那些任务 第一个世界 就是将军剖妻取子 只为了薄小妾一笑 系统终于慌了 他惊叫着 不可以 把我送去做任务 我就活不了了 法官笑得可以算得上何序 这可由不得你 放心吧 你死不了的 第一个世界死了 还有第二个世界 第三个世界 我们的高科技 足以让你把这些世界经历个遍 裴书文被放回到原来世界 带下去的时候 还在冲着我做鬼脸 至于裴衡 被判了十年 在原世界执行 行刑前 裴衡强烈要求 要与我见上一面 你爱过我吗 如果我没有把上官月带回来 我们一家三口 也能很温馨对吗 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过一段 温馨的时光的 裴衡有些紧张 岁月在她的脸上 没留下太多痕迹 我定定地看着她 恍惚间 她的脸和过去重叠 那时我们刚成婚不久 她整个人很没安全感 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 她独自带领商队去了边疆 一路凶险我未曾得知 二百人的小队回来 只剩下一半不到 她更是浑身的伤 见到我时 却一句话没提 只是捧着一个狼牙 对我如献宝一般 明珠 这是我打下来的狼牙 那边人说 把狼牙送给自己心爱的人 能保爱人一世平安 心防微颤 但愧疚 可怜与爱 我是能分清的 对上她亮晶晶的眼睛 我问系统攻略进度 系统说 百分之三十 曾经在那个世界 我久久攻略不下来她 无数个日夜 我哭坐在镜子前 认不出自己的脸 我将她的冷漠 她的厌恶 她冲我无端的愤怒 通通化为爱意尽数脚下 我一遍又一遍地催眠自己 将她的全部行为合理化 我爱她 所以我能够忍受这些痛苦 我爱她 所以我对她好是应该的 仿佛只有这样 我才能说服自己活下去 她脸上的期待慢慢僵住 扭曲成一个难看的表情 半晌 我摇了摇头 与上官越无关 而是因为 我不会爱上一个垃圾 她眼眶猛地泛红 嗓音干涩 对不起 我静静地注视她 我不接受 我送了你一份礼物 剩下的十年 你将反复地承受我的痛苦 其实最开始的相遇就是错的 因攻略而产生的情感 掺杂着利益 本就是不纯粹的 裴衡被送进了隧道 我彻底松了一口气 走出门 所有人都正在门口等我 见我点头 他们也如是重负 佼佼明天就要开学了 需不需要妈妈陪读啊 上大学的 哪有家长陪读啊 我又不是孩子了 说出去让人笑话 秦明章在一旁附和 大家放心 我会保护好佼佼的 有你什么事啊 很久以后 国家打通了各个一世界 又是一个新年 一个陌生的号码 打来了电话 裴书文很想见你 你要见他吗 再次听到这个名字 我一阵阵恍惚 我这才得知 原来他回到古代以后 毫不犹豫认了上官月做娘 起初上官月还好好待他 可他守不住家产 家产被瓜分得一干二净 上官月强撑起笑容 问裴书文 你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不会是回不来了吧 裴书文讨好的冲他笑 即便回不来了 我相信阿娘也会照顾好我的 我最爱阿娘了 这句话一说出口 上官月面色瞬间冷了下来 我又不是你亲娘 我凭什么照顾好你 脱油瓶 别跟着我了 说完 收拾收拾府上最后的金银 转身走了 裴书文留不住上官月 终于想起了 他娘曾经教过他化学 或许可以制作肥皂 拿来售卖 可是就连第一步 他都忘了怎么做 奇迹银巧 我才不学 娘真没用 我要让爹打死你 曾经他说的每一句话 如今都化作一道利刃 插进他的心脏 他失声痛哭 这才后知后觉 曾经对他有过真心的人 被他伤害得有多深 静静地听完后 我很平静 我不愿意 以后我也不想听到 关于他的消息 请不要再打来了 谢谢 我一看到他 我就想到 我曾经在那里的日子 仿佛被关在笼中的牲口 又或是随手摆放的物件 痛不欲生 暗无天日 回首一看 皆是无望之灾 谁啊 诚心好奇探头 诈骗电话 而我也开启了新的人生 番外 裴衡 我其实根本不喜欢照明珠 准确地说是有点厌恶 过去十几年 我在军营中 如狗一般起实 披着并不合身的衣服 等在母亲帐前 等他结束 我会进去 替他擦去身上的米米味道 我那母亲长得好看 每次见我都感到可惜 拍着我的脸皮对我说 可惜不是个女娃 不然说不定能顶替我 我见过世间丑恶 也深安此道 我本可以在阴暗 丛林中独自前行 却没想到 遇到了照明珠 她穿着漂亮的衣服 像那军爷手里的金丝雀 她太过躁 又太耀眼 硬衬得我更像阴沟中的老鼠 我莫名有些憎恨她 她对我很好 我却无意与她纠缠 我自卑又怯懦 在这段感情中 却高傲地养着头 施舍般接受她一切的好 看着她日渐凋零 看着她明中蒙尘 我心中竟然生起 一股隐秘的快意 看吧 你这等天之娇女 也落到这种地步 看吧 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人 只有这样我们才相配 我不会全身心地爱一个人 除非我认为 她永远无法离开我 那天我带着上官月和孩子走开 余光瞥见赵明珠 呆愣地坐在地上 臃肿的身材 疲惫的神情 她的骄傲与自尊 她的明媚与张扬 全都消失不见 我终于放下了心 她终于和我是一类人了 这次 我可以全身心爱她了 那日 她想要脱离世界 其实我并不慌张 我知晓 她会留下 我笃定 她会为了这个孩子留下 却没想到 她看着那个孩子 神情冷漠 要么让开 要么死 我彻底慌了神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被传送到了赵明珠的身体里 传来的时候 正好是那一夜 下一秒 醉熏熏地陪横敲开门 要冲上来 系统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这是个生孩子的好机会 你可要把握住啊 我从没以这种角度看过自己 恶心又丑恶 简直跟曾经最讨厌的君爷 没什么两样 被暗倒在床上时 我才意识到 赵明珠是如此的弱小而无力 月光浮沉中 我恍然发现 原来赵明珠当时不是在撒娇 深夜 我艰难爬起来 我看向床头那面镜子 镜子里 赵明珠站在颁奖台上 正在发言 希望广大女性 不要对这种攻略游戏抱有幻想 有的人是不配被救赎的 看着她神采飞扬的27岁 我无端端地想起那时的她 如同一只被折翼的幼鸟 撕鸣着冲入时空隧道 我一把将竹台打翻 火蛇蔓延到床障 很快就笼罩住床上的培横 系统惊慌失措 杀了她 这样你也会死的 你真是疯了 我充耳不闻 抱紧了那片镜子 痴痴地笑 我想 我离不开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